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我觉得是基本人权 全世界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要保护基本人权 所以我觉得南京公安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跟中央的那个就是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背道而死 南通的维权沈建发 我今天来参加顺林老师的婚礼 想不到当局这样害怕 难道结婚政府都害怕吗 中国的法律在哪里 我是南通的乐宝新 今天特意赶到南京参加圣灵的婚礼 结婚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族的那个五千年的文明 有这个记录 现在南京市政府 让老省的那个结婚典礼都没有办成 这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权在哪里 它其实严重剥夺了当事人的结婚权 因此违防了那个不具人权组织的那个人礼 就这样 谢谢 今天特意赶到南京参加那个 那个孙林大哥的那个结婚典礼 没有想到到这来以后呢 就是说没有参加 就是这个婚礼没有举行成 并且呢就是说严重侵犯了我们这个人权 中国的法律在哪 我们看着一丝阳光 我呢感觉到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人权 有很多宾客今天因为当局的干扰没有到场 希望大家啊 那个重开饭局 再聚一次 我是江崇啊 我是那个孙大哥的学生 我也是军人以前 那个孙林的婚礼 那个有人不给办 我非常生气 我在微信微博 还有脸书推特 我都发了一起这个贴子 我们在抗争的 我终于坐在了酒桌上了 我恭喜这个孙大哥跟嫂子 我是中华民国成语 我只想说一句 感谢党和国业的关心关怀 孙林老师的结婚宴变成了订婚宴 我活到75岁 还没有见到后这种事 这个我下次孙林结婚宴 喜酒我还要来喝点 你好 我是柴俊元 就是虽然我们在这边吃饭 但是我觉得心里很不开心 因为还有十几个网友 还在派出所里面 我希望我们吃完后 赶紧去把他们接出来 和他们一起做了 我觉得当局是太无耻了 我们毫无人权可言 随随便便地 结婚都不让办 这也不让搞 那也不让搞 毫无自由可言 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 居然出现了个自由的两次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吉 可笑之极 我是英子的朋友 今天应邀来南京 参加他们的婚礼 活了半辈子 这样的特色婚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呢我姓林 网名叫南京陈云 网络界呢 基本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 我今天呢来参加森林的婚礼 结果我的话来讲的话 给一帮人无缘无故地交的了 但是呢 我呢希望呢 孙林呢 重办一次婚礼 办得热热烙烙的 办得清清热烙的 和和和气气的 咱们所有的朋友 一定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的 我是老下官的吴景勇 我今天来参加 孙林 婚宴 因为有某种原因 有人干扰 婚礼没有进行 我下次准备带很多人来 参加他的婚礼 祝福他 你好 我叫张林 我是江音 老家是河南信仰的 完了我父口在江音 我现在在南京江景区定居了 昨天开始 就是小区派一所的 警官就到我家里来说 说你不要去南京喝酒了 什么的 我就给他们笑 我说这是好事情 喜事 我为什么不要去呢 我说我也沾一点喜气 完了今天一早吧 就是他们都一直陪我说话 陪我聊天 就不许我 坐公交车 不许我去门走 一直到吃个中午饭 十二点之后 我就凑了一个机飞 我自己都出来了 完了我就 就到了这个现场来了 我感觉 现在我感觉非常快乐 我跟大家在一起 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我感觉非常快乐 我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些爱吧 人人都参与一些 社会公益事情 如果我有能力 我愿意为大家做事情 为底层老百姓做一些 有益于老百姓 提高身份水平的事情 你今天结婚啊 我心里非常高兴 但是稍微有一点欠缺 也很抱歉 也很抱歉 因为咱们还有好多朋友 没有到来 希望你下次再鼓务一次 一定要让大家全部都到位 希望你们幸福 祝你们白头偕老 我是江苏长州的张建平 今天是孙林先生跟王晨宇女士的婚情大典 那么这是一个特殊的 非常环境下 非常时间内的一场风力 那么我们这么多朋友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见证了这一场 具有中国特色的风力 那我们会给这个社会特色 增加一个色彩 还有快点放弹 快点放弹 我们还有十几个人 快关上了 等待下一次进会的时候 我坚决参加